今天我們來跟大家聊一聊 女友車上十大NG行為 到底是你的問題 還是你女朋友的問題呢 我們今天整理了我個人的經驗 和網路上收集到的一些資訊 我們整理了十個女友在車上常見的NG行為 第一點 關車門永遠都關 超大力 全力再給你關車門 欸那個 你下次門幫我關小力量 壞了嗎 是沒有啦 沒壞就好了 落力八說的 你知道我的車也會痛嗎 你知道我的車會痛 我的心就會痛嗎 輕輕的把它帶上就ok了 不要用全身施壓力量去關這個車門 而且現在有些車子呢 它已經比較高級了 它的門是會自動吸回去的 你只要靠近到門邊之後 它就會吸進去了 那你這麼大力關 你是要把它關壞嗎 你知道這個選配很貴嗎 為什麼關房門可以輕輕帶上 然後關車門就要砰 就要這麼大力去關 不要覺得男生在找茬 因為你關大力真的很靠北 那除了關車門以外啦 關那個後車的箱也是一樣 開上去之後往下關 都要用全身的力量把它關下來 然後把那個卡榫都關到 已經有點不準壞掉了 到底是什麼樣的想法 讓你關這麼大力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這麼大力的原因是什麼 第二點 關門的時候呢 一定會在車門或是在玻璃上 留下你完整的手印 就是這樣子 關門就關門 然後在那邊 來 你自己看 自己看 有人關門就摸玻璃關了嗎 你關門就關門 我們有門把可以關 或是輕輕的靠著門邊關門 有時候洗完車 剛洗好而已 然後你就這樣整個手上貼上去 然後這樣關 你知道洗好車之後 然後又看到一個手印在那邊 尤其是黑色的車 遠遠看就一個手在那邊 你是很怕我載別的女生嗎 要告訴別人說 這個副駕駛有一個女生做過 我的手印在這邊 到此已有嘛 可以好好的關門嗎 第三點 在車內啊 一定要翹腳 不然就是翹這樣 你腳不要翹到那邊好不好 車子會髒掉耶 怎樣是多髒 我沒穿襪子嗎 你以為你在電影院嗎 電影院你都不能這樣翹了 為什麼你在車上就一定要翹這樣 你知道這樣難看嗎 你知道從車子外面看到是你的腳 兩隻腳然後對著玻璃外面 你知道這種感覺有多差嗎 我們在門口有門繩 我們在廚房有一個叫造繩 車上有一個車繩 如果我們開一開 突然又有緊急狀況煞車 你是不是整個人就這樣 然後就咻蹦出去了 你就直接這樣衝出去 然後把那玻璃踢破 然後人就直接飛出去了 這樣真的很危險耶 其實我們都是為了你們的安全著想 不是定義對奇怪怪的規矩要你遵守 這樣子你可以理解嗎 第四點在車內吃東西 你一定要現在吃嗎 怎麼了嗎 今天在車上欸會掉屑屑欸 掉屑屑你輕啊 好啊 其實這一點對我個人來說是還好 但是有些人他是禁忌 就是車子裡面是不能吃東西 那我覺得你在車子裡面吃東西 如果這個駕駛他願意讓你吃東西 已經對你是一種恩賜的 吃東西的時候就好好的吃 不要一直吃一直掉 一直吃一直挑 這樣真的很悲哀 尤其那個屑屑掉到縫裡面很難清 那對我們沒差的原因是 我們本來就是做這行的 我們可以把它清乾淨 但是你的飲料或是你的湯湯水水的東西 千萬不要倒在車上 因為你那些飲料倒在衣製裡面 倒在地毯裡面非常難清 那個味道可以臭一整個月甚至臭好幾個月 所以請有習慣在車上吃東西的朋友們 小心的嘴巴不要破洞 不然你就得忍受這台車子臭好幾個月 所以講回來也是為你們好 第五點亂調後照鏡 欸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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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白癡喔我要看後面啦 不要調那個啦 你不能照一下 喔你漂亮就真的很漂亮 還你還你 有些女生呢 就很喜歡去亂動這個中間這個後照鏡 那你知道我們今天在開車的時候 身為一個駕駛者 我好不容易調整到一個我最舒服的坐姿 最好的方盤的位置 最好的後視鏡的角度 加上最完美的中間這個後視鏡的狀態 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我們在看這個後照鏡是0.1秒的瞬間 那你今天如果給我亂調 我0.1秒看上去的時候 沒有看到我想看到的狀態跟車況 你知道有多危險嗎 所以你千萬不要0.1調這個後照鏡 而且你永遠都不知道 我們要調多久才可以把這個後照鏡 調到最完美的狀態 你0.1你的副駕駛這邊拉下來 就有一個鏡子可以用了 你為什麼要用這個鏡子來照你的點 第六點開車門的時候 應注意而未注意 你也不先看一下 車邊有沒有東西 下面有沒有什麼障礙物 會不會撞到什麼東西 就開門就砰 就開出去 然後我的門邊就被你撞一個凹 一個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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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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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你們都沒有下車 先注意看一下狀況的這種習慣 所以有時候呢 一開門摩托車咻過去的時候 差點狀態來 走囉 注意安全喔沒有車 沒有車 超不起啊 奇怪 不是 你開車門 就是要注意後面你 就是要注意後面你 所以咧 我的問題嗎 別人都比較重要 我的安全不重要 沒有沒有沒有 你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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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多有險你知道嗎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 對這種事情那麼生氣的人 原因是什麼嗎 不是因為你撞壞了我的車 撞壞我的車 一點問題都沒有 錢可以解決嘛 但你這樣沒有注意 你就這樣開門 你今天如果被車撞到了 我們的心有多痛你知道嗎 錢能解決都有小事 但你受的傷用錢換不回來啊 第七點上錯車 欸欸你上錯車啦 你上錯車啦 齁 怎麼都長一樣 怎麼哪裡一樣 都黑的誰知道 你可以看品牌啊 我們品牌又不一樣 品牌那麼小在前面誰看得到 那你有辦法 你不會換一台新的車喔 你買一台粉紅色的 我就認得出來了 哪天被花人載走不知道了 那你就換一台車 我不懂為什麼會有人上錯車 就算車子長一樣 車牌也不一樣 啊你車牌都不認去上錯車 啊你被人家載去怎樣的 不是很危險嗎 拜託你認一下車牌 我的人生沒有遇過這種87啊 第八點過於緊張 欸你開慢一點啦 現在才開50而已耶 少公慢 那你不會開20喔 我覺得這個應該 男生有佔一部分的責任 如果說你今天開車很正常 然後都穩穩的 也沒有亂飆車幹嘛的 女生幹嘛很緊張在那邊尖叫 或是很害怕 這絕對是以男生的問題嘛 所以提出這一點的人 我覺得那個男生 要自己檢討他自己 因為我個人人生 開車這10年12年的經驗來說 我沒有遇過什麼 開車開開開 女生在那邊 啊啊啊啊啊啊啊 亂亂叫的我都沒有遇過 所以應該是男生的問題比較大 除非那個女生瘋子 紅燈啦 紅燈煞車啦 幹嘛幹嘛 我知道 我知道 這一定要過去 這一定要過去 這煞車更危險 第9點下指導期 就是開車的時候 一直在那邊講說什麼 喔 你開中間一點啊 你這邊要開外線啊 你等一下要右轉 你這邊開內線啊 一直教你怎麼開車 左轉 這裡要左轉 這裡要左轉 這裡直走不是比較快嗎 左轉 左轉 我叫你左轉 就左轉 欸有夠 有夠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你要先停讓他過 我減速了 我減速我不是減速 你要讓他過 一直在那邊講這些 啊你這麼會講 你來開就好啦 如果我他媽在開車 旁邊有人在那邊給我靠杯 我就會說 自己過來開 但一樣 我人生中也還沒遇過這種人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 開車的人的問題 一定是你的開車技術 令人產生疑惑 才會被這樣子的對待 不然像我們呢 我們奉公手法 好好的這樣開車 我們沒有遇過這樣的問題 除非你又遇到瘋子了 我們有大路 為什麼不走一定要抄小路 這樣比較快啊 啊啊 這邊右轉 我剛剛我就說了嗎 如果你遇到的人這麼瘋 就趕快讓他走吧 第10點 導航慢半拍 右轉 喔 不是啦 是剛剛那邊右轉啦 蛤 這邊 這邊 左轉啦 喔 來不及了 那怎麼辦 我不是叫你左轉嗎 你要早點講啊 你會不會看導 怎麼早點講 你很厲害 你來看啊 你看啊 你不要這樣很危險 有些人呢 他的導航就會慢半拍 明明我們已經開過了這個接口 然後說 我們剛剛那邊要右轉 然後還用一個很疑惑眼神看 我們剛剛要右轉 都已經過了 你才跟我講 他那媽的疑惑眼神看 我覺得我是XX一樣的 欸 你怎麼沒有回轉 欸 你怎麼沒有右轉 你導航慢半拍就算了 我們等一下再繞一下 就可以回來了 但不要把這個問題跟錯 乖在我們身上 這一題會有個解法 因為現在車子呢 都可以連接手機的Google地圖 你只要連上去之後 你自己看就好 都沒這個問題了 KIDA你覺得 那在車上 你最不爽的事情是什麼 我最不爽就是在車上吵架 我他媽在開車 你在跟我吵架 我要一心二用 我要開車專注路況 注意我們的安全 還要想辦法跟你吵架 用腦跟你吵架 我要一心二用 這個真的很不爽 所以拜託不要在車上 跟你的男朋友或老公吵架 非常危險 他要開車 又要思考你講話的內容 如果你講了 他沒有辦法思考 來不及回答你 你又更不爽 然後這個火氣就一直升溫 這樣比較好嗎 不要在車上吵架 雖然這些NG行為呢 都讓男生們很討厭 但男生嘛 總是要浪一下女生 所以如果你這十項 都想爭到贏 你都想堅持到底 那你真的是真男人 那你可能也交到五朋友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懂得 做一點退讓 十項你至少退個三項五項 然後互相包容 互相容忍 這樣子才可以 有一個穩定的關係喔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準備的 十大女友車上的NG行為 如果你有其他更NG的行為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追蹤訂閱分享 設定追愛 全部都做起來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